主席 三位主管好 那么当然 针就个案的这个事情 这个由你们来 这个依法完全的来决定 我们希望能够体现 社会各方面的这种声音 但是确实大家都非常关心 就是媒体的垄断 跟言论集中的这个现象 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的媒体 确实有很多地方 那么需要这个改进的 那至于提到 像我们也听到一些委员的声音 提到说金融机构 或者是大制造业参与 这个媒体 那我们也晓得在现在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抓到问题的这个重点 不是能不能够参与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怎么样 在这个企业 媒体的企业经营程序 跟媒体客观报道的公正性 跟这个所谓经营团队的专业 事格性这一方面 我觉得应该要花更多的这个心力 因为我在这边我看到 CBS 或者是New York Times 我们到网站上一看就可以 很清楚可以看到 他们的主要的shareholder 是哪些人 那我们也看到像Vanguard BlackRock Golman Sachs Dolch Bank 这些很多都是金融机构 大的制造业 他们是他们的主要的这个shareholder 占了84% 占了83% 拿CBS来讲 可是问题是 他有限制 他的持股的比例 大概都在10%以下 所以这一部分 我想我们就于 健全整个的媒体市场 言论市场来讲 就是在这些方面 我们也应该 要学学人家国家 因为毕竟 现在就像刚才 司部长所讲的 现在媒体竞争 是非常非常激烈 对不对 那媒体要存活 那在目前这种开放竞争 然后又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他确实需要社会的资金 可是我们所看到的 他的资金来源是机构 法人基金 或者是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这样子的方式来参与 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 学国外的这样的例子 这个金融的 我们是不是请 那个金管会的 这个主委表达一下 您的这个副主委表达一下 您的看法 是 谢谢委员 委员在金管会立场的话 我们对于这个金融监理 能够达到他的一个 他的财务结构的健全 以及对金融的稳定 这是我们金融监理 最重要一个核心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所关心的 就是说依照我们的法律 跟我们的法规 那么刚刚提到 就是说依照我们的法律 跟法规 从银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是要注意到整个这个 他的大股东所经营的事业 是不是会影响到银行的健全经营 所以这个部分 为什么我们对银行 对金控 特别要注意说 他去整个这个同意人 同意关系人去转投资 这个其他的产业 包括媒体在里面 那么这个部分 是我们要审查的 谢谢您 我接着我请教一下 在我们这边我们看到 我们真正关注的重点 我们拿美国纽约时报来讲 拿这个CBS来讲 ABC来讲 甚至CNN这个来讲 他们的shareholder 都相当的这个普遍 也看到这个 大概百分之八十几 都是这个制造业或金融业 这个他们投资 可是都是以mutual funds 或者是institutional 才这个机构法人的这种方式 来拥有 可是重点是 他持股的比例的限制 这一部分 大概都没有说 超过百分之十的 我们看大概最大 就是百分之九 九点几 可是他也有 德国银行 对不对 也有德国银行 这些相关的 可是这一部分 我觉得是我们 真的应该关注的重点 而不是说 我们关注说 这个制造业 或者是 这个金融业 能不能够进入到媒体 能不能买媒体 而是 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 因为他的存活性 对不对 今天这么激烈 你就要取得资金的来源 问题是 经营团队的专业四格性 还有他 媒体客观报道的公正性 这部分我觉得 是我们当前要关注重点 今天我们看到 你说言论集中的现象 现在很多的媒体 本身就像是个 政党的宣传机器一样 他言论集中 集中在一项 就是反政府 那这种我们要不要去管呢 这种要不要去管呢 对不对 这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学人家西方国家 我们要学 我在这边也请教一下 我们前任的这个 金管会的这个主委 施教授 这个您 这个在各方面 大家都 好 请施教授 这一部分是不是 我们也应该要 要一起来管一管 我真正抓到问题的重点是 经营团队的专业四格性 还有他媒体客观报道的公正性 还有 Equal Access 甚至我们看到我们国内啊 很多媒体啊 Unencoded 不具名的引述 骂人 然后可是他根本不具名的引述 在国外根本严格禁止的 这一点是我们是不是 才是我们在看媒体的时候啊 这个也应该注意的事情 媒体的自律 应该是重于他律了 因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对媒体进行其他的管制的时候 很容易会被说成是 新闻自由的干涉 所以如何让NCC在一个管制 跟促进媒体自律之间 画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艺术 那也是应该NCC要努力的部分 那我觉得公民的力量 是能够整个制衡 跟维持媒体的内容健康的 一个非常大的意义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显然台湾的媒体 存在很多的问题 你看我们的国际新闻之贫乏 对国际事务 这不了解啊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新闻台啊 充斥的社会新闻 重重复复 一个个案 一个奇怪的一个特例 一天重复的重播 然后这种浪费了 这个大家的这个时间 占据了新闻频道 可是却没有提供 大家足够的 资的这个权利 你看国外的 这个台啊 国内新闻 国际新闻 政治新闻 国际经贸 运动 娱乐 科技 健康 环境 生活 他普遍的各方面报道 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社会新闻 然后重复重播 然后我们的这个戏剧台 就是韩剧 就是廉价的韩剧 大陆剧 连续的重播 重播再重播 这种情形 我觉得这一部分啊 甚至啊 我们花钱买这个有线电视 结果看着节目 看了一半都被广告盖台 像这些事情啊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大家也应该关注的 像更重要的是啊 我们现在许多的媒体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政党的宣传机器一样 政党立场太清楚了 没有客观公正的报道 这个也会出现言论集中的这个现象 是另外一种言论集中 另外一种媒体垄断 意见的垄断 这种情形 这些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真的改革媒体的话 这些面向我们都要看 而不是说只是限制 这个金融业或者是制造业去支持媒体 因为媒体竞争本身就需要资金 问题是在这些资金的取得方面 我们有没有上线的限制 有没有对于他专业经营人团队 赐格性的要求 这一点很重要 才不会受到媒体才不会偏颇 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偏颇像很多是这种情形嘛 委员对媒体的观察跟对媒体的感触 我深表认同 因为我也是中山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的和平教授 所以呢我对媒体方面有一定的认识 那么我认为台湾整个有线电视的整个品质的问题 就是因为系统台赚太多钱 而不把他们的一些频道授权费提高 所以我们的品质低落 而且师部长刚刚有提到 说台湾的有线电视有100多台 竞争非常激烈 那我说显然不够激烈 因为美国的有线电视的频道台 可以到1000多台 因为他们已经数位化了 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多元化 我国在这方面是多元化 是完全不够的 新闻台虽然有7台 但这7台里面蓝绿色彩过度偏重严重 这是您的意见 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 我认为整个媒体不能够再被独占跟垄断 对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形 也出现一个言论集中的这种情形 言论集中反政府 言论集中批判 这种情形 我们总觉得好像都在看一个正正节目 都是看正正节目 新闻报道也变成正正节目的这种情形 有很明显的立场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在讨论整个问题的时候 重点不是在放于制造业或者是金融机构 能不能够持股 能不能够买媒体 那我们看纽约时报 然后看到ABC CBS 它的机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灰 谢谢啊 品尔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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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